无尽的苍穹 半天的星座 你的光亮已深入过 只想要记住 这永恒的瞬间 像我心的醉落 灿烂躲起了轮廓 唯一的沙路应该是我 十三十四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作品 也是我人生第一个 进去录音桶里面 第一首歌手的作品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只有十五岁 第一次去有自己的作品的那个感受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一转眼现在已经是过了十二年了 也是我歌手生涯已经出道的第十年 所以这一次特别去做这样的一个重新编曲 是因为想要纪念一下自己的青春 这十年对我来说也是 就是好像回忆的沙漏一样 虽然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一些片段 我还是会记得 可是也有很多的细节开始模糊 我觉得人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矛盾 因为有时候你希望成长 你希望可以迎接更好的未来 可是这也代表着你的过去 慢慢的在你脑海里面减少 这是无法避免的一种忧伤 所以其实当时这一首歌也是在记录这样的一种情绪 只是我觉得十五岁的我可能 并没有最深有体会 可是现在的我重新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重新去演绎,重新去编曲的时候 这个感受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国家为没事 嗨大家好,我是尤尵伦 我饰演的角色是一个他回忆里面的人 可以只讲说就是一个对于前任情人的想念 然后癌 fonda 然后你看到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的镜子 然后它透过这些镜子 有的时候看到我,有的时候没看到我 想确定我到底是现在存在 還是只是存在過去 然後就是一個這樣子的 鏡中王 劇情是他早已離開了 我只是在回憶裡面再次找到他 他是抽象的 在哪 其實是沒有這個人 那原本我就知道我的角色 所以在現場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給我自己的幫助也蠻大的 就是我覺得 此其他傳達的是 對於一個對象的想念 然後這有幫助到我自己的表演 就是我是出現在他的回憶裡面 所以我要給他 更深刻深刻的表演 他非常非常非常親切 應該講說我覺得 以他的知名度啊 或者是以他的經歷來講 他應該是已經是很一線的 女歌手了 但是他跟我們相處起來 甚至在片場看到他跟工作人員相處 我覺得他非常非常謙虛溫熱 其實我覺得導演非常的聰明 因為其實回憶的沙漏 它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 可是導演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後面現在看到的這個房間 好像是我腦海裡面的房間一樣 然後那些回憶 我們常常會覺得怎麼好像空白了 然後你會一直去尋找那個回憶的細節是怎麼樣 就好像我剛剛在撕牆紙的一個動作 所以其實我很佩服導演這個想法 我覺得太酷了 那些動畫吧 通常有些常逐師是美國的待遇 去美國拍MV才有這個待遇 居然在台灣實現了 其實我今天就只做了一些很簡單的事 可是呢不知道為什麼 非常觸動情緒 雖然那些動作非常簡單 可是比方說我在撕牆紙的時候 我沒想到自己也會眼泛淚光 就是真的配合這個歌詞 然後配合著我當時在做的這些劇情 就是動作的時候 會真的覺得人生是有好多東西 你想要抓你都抓不住 他就是會在你手指尖裡面流視 所以其實我覺得導演真的是挺厲害 因為他用這麼簡單的方式 可以挖掘這麼深的一個感覺出來 所以其實我這一次拍MV 我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好看有感覺的東西 其實不需要複雜